一次散播 You can turn me up And turn me up With your case 仲女應該打2SAS 這兩個打不太出結果 但應該2SAS很舒服 沒什麼壓力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摸我 我摸你的嘛 對 你吐火我繼續砍冰 主要是2SAS對限 就不要跟冰戰一擊就好了 走進來了 這裡是上野的連動要來進攻對面 直接搞事 是對面直接繞怪 表決已經看到了 就讓球果往上去搶 任野在看 Wu也在等 進去要準備搶 進到裡面開砍 兩個人進攻 中擊兩等 任野直接把藍BUFF搶了 溜了 好 現在的對線前起打起來 確實不太好打 但這是說一個限制 不過悟空騎得還沒到點喔 這不是先行打起來 1-6一個人就要單殺了吧 他一滴血量的同志閃現過來 任野是幫打Q 擋到了 那這樣子Nephty只能趕緊拉 吃然後他也可以少吃一下 就倒地了 很危險 畫面回來 剛剛是第一視角 龍女為什麼會死 一眨眼就死啦 有沒有看到 一眨眼啊 他就眨個眼 這什麼你知道 我是2殺4沒關係 你就慢慢去吃龍 但還想打嗎 其實任野只有五等喔 但因為理性只有四等 先來行看一下BYGS三個人 一直往野區裡去灌 而且線路上除了下半部以外 上半部以外 感覺是 知道對面就是靠這個 是喔鬼步 欸這怎麼 剛剛講沒聽錯了 聽錯了喔 我有換聽 他開W 可能是這個造型的關係 主要我感覺是因為 他們知道DVN靠打野在玩遊戲 所以是完完全全是 往打野裡面招呼 喔你爆氣變大 輪我 暴氣 而且你要變小 露油直接冰符血鏈掛上 任野也趕了過來 在上半部抓到了 偷兔想往反 放他多吃一兵 一隻兵 他吃到了 他有這種第一次的國際賽經驗 是 另外一邊BYGA 中路老大哥 而且下半部直接開大 BYG過來直接抓 這邊流到的同時 左邊位也是116直接做限制 好 所以他這是完全兩個相性的人 來到上半部再次的進攻 冰符血鏈沒有掛到 看到李星的瞬間直接開大譜 比如想要跑後面還有個TP 一扣著可以很穩 另外16過來看到對面 Nasty的技能並沒有中 推打 後果拉起來的大 推兩個 拿了後悟空也進來再轉兩個 0-2拉2 分身沒過牆 分身撞牆 但PINK的位置其實也是有點難以逃脫 再一個鎖鏈草籠 芒視野也是能夠到 W給到任野 但是也是 將兵線給整完之後 要來打這一波團戰的 BYG也已經做集結 要將冰符再抓人 偷了一個路 大116跟後面的任野準備要繞 又進了 又進了 前面要說進場悟空也分身上來 龍是釣給了對面 但這波團戰是直接在小龍的瓷子裡面殺了個騙 16拿下了Triple繼續追擊 過牆 FAY這邊閃現往前的一個射擊 阿且在後面哭舞追趕 一個EQ的推沒有推好 反而自己是殘血的情況 回到了下路的外塔 但看起來FAY還想繼續的點 差點把對面給點死喔 蛤 這不嘗試一下點死他 是 被動是滿的 哇那這裡想回 對面的悟空來了 能走嗎 走了 看來再找去目標 沒閃的 體心有閃 對面拿閃回來 好像有機會 羽魔眼要踢到對面一個驚人 不得已只能去追捷莉了 使得驚人結束 這邊想進場TMS是一次控到了三個 限制了對面 也讓後面 捷莉這裡很好的輸出 此時悟空來到一個分身準備進場 大鬧天空 一次轉兩個再繼續的貼 第二大的轉也還在持續後 閃現出來的1106 隔著牆 鎖鏈出來命中 讓後面的捷莉拿下DoubleKey喔 最後的瞬間 第二階繼續前進 不過下半步 拿到手塔 有了 不過龍女被開了 還好 露露的救急電話救起來 同時飛進來要抓 PING這一推 推到的是分身的悟空 而且後方的1167也沒受到太大的限制 再來 手背 看到偷了阿祈爾大的貓安鎖起來 左邊DFM要操作不容易的 四個人在摸眼出來 已經看到後面竟然有三個人 還有一個TP準備到場 這一推推到四個 是一個WAMBOCAMBO DFM人員全員都要震王嗎 阿祈爾利用EQ 已經是飛得老遠 但跑得很快的捷力 還是從 用跑的速度 直接追下 不過上半邊的位置 咬死了一個瑞空 拿下了屬於自己的手殺 蕭葉你請 來抓冷了帽 三番兩次的嘗試嗎 看到了 對面斷回了 你好 你好 酷格摩 你好 酷格摩 你絕對不會有早產的問題阿 安全的 我們照顧每一個巴龍 抓到四個落單的 烏油 再跑 拖了對面走 另外一邊 那對象進來 但只要被控死 碰不到巴龍 投巴龍不是這麼簡單的阿 這裡應該是要一波吧 我覺得 好像要回家再補一波嗎 我是覺得要一波啦 開起來 李星進場直接被秒殺 悟空也跟著進場 在上半邊位置 已經封鎖住了逃跑的路線 分身進去 等待下一次的轉動 一次轉到了三個 讓杰莉可以持續地收割 已經拿下了Double 這是一個雙殺的 這是一個三殺 這是一個三殺 被變動物 被變回來 想拿個五殺的 五殺 就在前面 PENTA KILL 就在現在 這裡 今天一來這麼刺激 又有PENTA 同時我們要恭喜一下BYGA 同期開得勝 在第一場的比賽 22分鐘 接觸的對手 拿下勝利 是 對手 是 是 在 聲音 上 是 感谢观看